今天廣場狗狗星期一當然是有中醫師蔡子鳴 中醫師在這裡 蔡醫師你好 喂 蔡醫師 蔡醫師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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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醫師今天來教我們說我們要可以自我問診是不是 是 沒錯 怎麼問呢 對呀 有一句話叫能醫不自醫 但自我問診你可以不是說馬上就醫治嗎 請問你知道是不是上火了 怎麼問呢 我自己最想問診自己的 就是真的像蔡婷說的張姓子 讓我把舌頭伸出來 看看自己的舌頭 這算不算其中一個方法 但是這個如果我們說到問的話 剛剛你們說的那個叫舌診 舌診其實就是看 它就是望的那個層面 但是我們也具體的說一下 這個可以簡單的說 這個舌診呢 其實有些人他老愛那個刮舌胎嘛 對不對 早上覺得 這外國人喜歡的 那個舌頭不太乾淨 是 但是其實這個是有礙我們中醫的診斷的 為什麼呢 其實正常的人呢 他的舌胎也是薄薄的白色的 並不是說沒有舌胎的 所以就說我們正常人呢 我們有一個六個字的口訣 去診斷一下自己的舌頭 到底有沒有問題 口訣 口訣 對 這六個字的口訣是淡紅舌 薄白胎 就是說 淡紅舌 對 這個顏色它必須是淡淡的 紅的 粉紅粉紅 粉嫩粉嫩的那種感覺 就是淡紅舌 薄白胎就是說 這個舌胎白色的薄薄的一層 就在那個舌頭上面 不需要太厚 也不需要說沒有 太厚有問題 沒有也是有問題 我們就想像它是一塊田地 就農作那些耕田嘛 對不對 然後如果說這個農作物 它長的沒有了 就長不起來 那麼這個田地肯定是有問題 人是比較虚的 我們現在都在照鏡子呢 看看那個淡紅舌 薄白胎是不是 我覺得我OK 是吧 我覺得有點厚 你覺得有點厚啊 但是當你厚的時候呢 你會有感覺的 你覺得那個整條舌頭 好像海灑灑啊 就會不舒服的 一般來說 一般來說 比較厚的話 那個厚白胎 我們就叫做這個 可能是說脾胃有點虛 有點濕氣 那麼這個也是一個問題 但是呢 我們說到今天 我們講這個主題呢 問診的話呢 我們可以從一些很簡單的方面 我們去看我們清代呢 有一位一家姓陳的 他有一首那個問證詩 那麼這個詩呢 我們根據這個詩 可以做一些自我的診断 看看有沒有哪個方面 是出了問題 反正是那個 就是如果說有問題的話 那肯定是身體出了一些問題 我們就好去察覺去看一看 哦好啊 我們來把它記下來啊 好 這個問證詩 其實很容易的 頭一句是 一問寒熱 二問汗 一問寒熱 二問汗 怎麼問呢 對 那這個就是說 我們自己問自己啊 就是寒跟熱 比如說我們說 有沒有說特別怕冷 比如說會不會晚上特別怕冷 早上特別怕冷 嗯 哪一個區域哪一個部位比較怕冷 嗯 還是說 不是說怕冷 而是從裡面發出來的那種 我在中 廣東話會說 反冷 反冷 也是 也是一種寒 那麼如果說我們怕冷 在廣東人說 那就是一種物寒 我們就說 可能有點受涼 就是從外界來的 那麼這些寒氣啊 是在身體的表面 嗯 身體的表面 這種我們叫表寒的話呢 那麼很大一方面 我們是有一點點類似於感冒的感覺 嗯 嗯 那比如說我們有時候 有一些人鼻敏感 好 是不是也是有點怕冷 也會有的 嗯 但是呢 它同時呢 也像有一點點感冒的感覺 那麼其實這個鼻敏感呢 它的原因就是一種 在我們身體表面上的寒氣 和這個感冒是很類似的 嗯 肌理是一樣的 嗯 反正我就覺得它的症狀很類似 又流鼻氣啊 又打噴氣啊 對 所以說有鼻敏感的人呢 他也容易對天氣啊 寒冷啊 比較敏感 所以說他也比較容易感冒 是 好 二問汗也是 出汗哪裡出汗是不是 出的是熱汗還是涼 冷汗 冷汗 虛汗 我想聽 對我看 聽過一個詞啊 叫做虛汗 虛汗 就我在想虛汗是不是就是 其實我沒有很熱 但我又有一點 出汗的感覺 我們說得到你們 都一三兩汗 差異是 一眼汗 一眼汗 對對對 這個虛汗呢 其實有好幾個層面 嗯 那麼第一個層面 就是說白天的時候啊 人覺得不自覺的 嗯 也沒怎麼動 就出冷汗 那麼這種汗呢 很多時候啊 是我們感冒的時候 會出現的 好 就是說身體裡面 比較虛啊 嗯 他hold不住 hold不住這個汗液 他自己往外 就出來了 嗯 這種叫自汗 是一種身體 比較虛的一種指針 嗯 那麼有些人 他在晚上啊 晚上你睡著了的時候 醒來發覺 哎 自己的後腦勺怎麼出了一頭的汗 是 這個呢我們中醫叫盜汗 對對對 盜賊那個盜 嗯 那麼就是說偷偷的出來 那麼這個也是一種身體 比較虛的體現 可能在女性的更年期會比較多 嗯 嗯 那麼這個我們根據汗呢 也可以整個一些問題 嗯 那麼三問頭身 四問便 三問什麼 頭身 頭 跟身體的身 哦 頭身 四問便 大條便 哦 四問便 嗯 那麼三問頭身 我們就說哎 有沒有說特別頭疼 頭疼在哪個部位 嗯 怎麼樣的痛 嗯 是痠痛 是脏痛 是空著痛 是隱隱痛 還是牽扯的那種痛 嗯 也是代表不一樣的東西 我們每一個來說一下 比如說如果我們 如果我們說這個頭疼啊 是痠疼 而且是空著那種疼的話 那麼這個頭疼啊 很多程度是很大的程度是虛的 嗯 是比較虛 嗯 如果說頭是仗著疼 或者說比較哎 像是有點寒邪 就說一整來 寒氣多的話 哎 那個那個頭部不是就有點牽扯 繃住的那種感覺 嗯 那麼這種是寒 我們就說哎 這個 可能是受寒比較多的一種情況了 那麼這個是頭 那麼身上的痛 也是代表一些問題嘛 對不對 嗯 所以我們也可以多留意一下 我們自己身體的一些狀態 嗯 大小便我們大概的說一下 大小便呢 其實小便呢 我們主要是看那個顏色 一般來說淡黃色都是正常的 嗯 如果說哎 小便呃 持續可能好幾天 或者說一天當中 哎 都是比較黃的 嗯 缺水了 這個呢 哎 缺水而且呢 是有點偏於熱的感覺 嗯 嗯 那麼這個可能要小心 所以說啊 嗯 這幾天會不會吃過一些 比較黃的東西 嗯 那些啊 紅菜頭 他也是會容易讓我們的小便有黃的 我們要排除這種可能 哦 嗯 那身体就肯定是偏于有热的一种状态比较多 所以要少吃一点辛辣浓味的东西会比较好 那么大便呢大便的方面 我们主要是看它是不是持续一段时间会比较稀 或者说比较干洁的情况 比较稀的话呢那肯定是脾胃呢 在某个方面当中会比较有点虚的情况 可能要考虑一下饮食是不是出了问题 是不是收拢的吃多了 比如说可能没结实 可能就不太结实 吃油腻的吃的比较多了 那么干洁的话呢 那肯定是有某些地方气血有点不太通畅 那么所以说我们从头这两句问证师 可以得到一些身体的一些状态 一问寒热二问汗 三问头身四问便 每一个环节出了问题 其实都是代表我们身体 有一些东西需要我们去注意了 就这样 那蔡医师呢 这四问呢已经让我可以稍稍的 让我们可以稍稍了解一下自己身体的这个不足了 对 如果都出现了 刚才蔡医师跟我们讲的这些情况的话 可能就应该去找你的中医师呢 去详细了解一下 对 开始要调理一下 对 要调理一下 对啊 蔡医师我想问一下 还有没有什么五问六问七问八问九问十问的 还有的吗 其实还有的 还有的 对了 还有我们下星期再讲好不好 可以让大家可以了解更多一点 对 就是自己可以更加的去警惕一下身体发出的一些讯号 是 今天讲了四问 对啊 好 一问行一 二问行三问头三 四问变 都很简单 今天感谢中医师蔡子明医师 我们下周一同样时间再见你 谢谢你 谢谢医师 谢谢 拜拜